我国的医疗保健领域 今年在发展基础设施 人力和确保国人能够负担保健费用方面 取得长足进展 是的 不过呢 政府国会卫生委员会主席谢世如医生认为 还有一些方面需要加强 包括如何协助病人负担中长期的护理费用 我国第一个全民保健计划终身健保 今年开始推行 协助公民和永久居民支付大笔住院费用 黄庭芳综合医院的开幕 加强了新加坡的医疗基础设施 是另外一个里程碑 病床数量方面 自2014年底 张仪综合医院和圣安德烈社区医院 综合建筑开幕之后 增添了280张病床 黄庭芳综合医院和育廊社区医院 全面运作的时候 也会有700张病床 以及400个社区医院床位 新的益顺社区医院预计 也会增加另外400个床位 朝2020年 卫生部设定的目标稳步迈进 这也意味着医疗体系 需要吸引更多专业人员加入 或降低员工的流失率 谢氏如医生认为 还有一些地方有进步的空间 包括让出院后还需要治疗的病人 更能够负担医药费 因为终身健保 并不涵盖这类中长期护理的费用 谢氏如也指出 与其推出新的计划 不如加强现有的计划 来达到这个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